主要是团队谋合 老刚才主打的就是个人能力嘛 老刚才主打的就是团队 那我们看到第一场的BP已经开始了 那这里 蜥血鬼跟马尔扎还是榜上有名 这两个应该算是这个版本最强大的中单了 而另外一边W这里是 感觉老刚才非常的依赖AD的一个端 非常针对一步啊 是扳掉两个在后期手很长的AD 大家就知道这两个英雄都有一个不同的事情 就是手很长 后期有开着能力 现在老房间的打法其实也比较喜欢拖后期 他们不太像当时这个 伟神跟那个淘宝拳搭档的时候 就是一个打架 那个时候是打前期的 这个时候反而这个赛季的老房间 我觉得有点打后期的感觉 看一下后面会搬什么 这场比赛后 我们昨天那场解决的比赛就非常的不同了 不一样 因为昨天的话 两边的争夺的重点都是打野 尤其是像人马 这个版本可以说是T1的打野 两边好像是没有去扳掉他 老王间这里会不会先抢呢 虽然康尼这里也可以用上了一个赛啊 九走男枪这样的英雄 这盘打野还蛮多的 对但我又最一的是这个版本 人马是非常强的一个点 主要这个英雄比较好搭阵容 那云魂的上拿个什么肾啊之类的 不过马瑞好像不太用肾啊 我们印象中他好像不太有 是的 对吧 他一般都是这个纳尔兰博 好 我看到又是李桑卓 亮了一下 大树 大树我觉得还是非常地符合九五季的 哦抢纳尔 今天九五季有点 有点想跟马瑞领拜拜手腕的感觉 对了 这里直接是锁定了纳尔 我们都知道马瑞领的话 是现在联赛里面是不多 但是就是频率比较高 是用纳尔的一个选择 对 老王间现在打野位已经拿了 上路打纳尔的话 倒昧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这里还要我再考虑一下 现在中单位上 两个天王已经没了 这个版本维克通好像加了一下他前期的那个 呃一级道具的钱 但是削弱了一下这个三级道具的钱 哦新的拉 新的拉 垂实 其实我觉得这个阵容是可以拿八阵具的 八 你说老公间吗 对对对 主要他们现在打的话 可能还会比较选择这种球纹的阵容 八阵的话毕竟中后进的能力 不是很稳 这边布隆这个昨天 之前不知道挑一个默认班吗 那取消了吗 啊那可能只是LCK默认班 我还以为LPL也默认班了 那就是昨天那条比较就两边都没选 啊那其实挺奇怪的 因为你这边拿的技能一般来讲的话 这边拿了八阵还有对面拿一个布隆还挺合理的啊 新的拉然后加伦子拉 非常非常稳的一个阵容啊 目前来看老阵这个阵容拿的是比较的稳比较的 哎老阵这个阵容速度还蛮快的啊 嗯 你看这几个人都算是那种能把鞋子带起来的英雄 是的 并不是一个很拖沓的阵容 就他们被绊了大嘴跟老鼠以后 他们话锋一转 直接拿一个前期阵容了 比较前期 主要新德拉这个点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边季节中路想刚正面吗 哇新德拉 我说实话这个版本 乐福兰打新德拉不好打 非常不好打 对 其实乐福兰只要改掉就是W那个速度之后啊 他面对新德拉有自己这种状态比较好的选手 对 其实就非常难打 因为你一般都是主W嘛 你W看不到的话 伤害和新德拉就完全没法比 这版本主要新德拉加强了啊 对 所以乐福兰打新德拉 我个人感觉不占优势 两边中路开始的刺客 这周克之间对天 美辰西叶啊 两名以刺客出身的选手 对 而且是使用出了他版本刺客的英雄 老年现在还缺一手朴术以及一手上单 人马应该不可能打上单 因为人马打上单的话 会被这个纳尔康特 对 但我觉得现在我们就传统主流的上单里面 不被纳尔康特的还挺少 这一盘可以选刀妹我觉得 因为刀妹人马 轮子妈这个组合看起来还挺美的 但其实我觉得 让我们就剩 我个人认为选大树什么的也不够 大树的话 大树也可以吧 我真的觉得大树还好一点 好 蓝薄 蓝薄 好拼了 哇 那这个阵容拿的真的好快啊 感觉前期的爆发很强 而且这个阵容 基本上没有前排 你不觉得吗 没有前排 这个是一个无前排阵容 就是前期伤害硬吃你的 他们 老年这个阵容除了辅助以外 其他四个点的伤害能力都很强 但是现在这个版本实际上很少有队伍会拿这样的阵容 哇 对面补一手卢西安 相对来说较为灵活 我觉得拿露西安可以的 因为老阁家这个阵容没有前排 对 拿一个露西安 露西安的特点在于怎么说呢 第一对线打你也比较好打 然后团战里不太怕你了 就拿ED拿露西安我觉得都可以 对 没有前排嘛 ED跟露西安发挥的空间又很大 这番两边的阵容比较好看啊 没有那种很拖沓的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老阁家这个阵容其实是有一点点拼的 比较拼 他们是拿了一个进攻欲望很强 而且我觉得老阁家这个阵容 你说兰博打那尔好打吗 其实也不好打 会不会考虑一个换线 宝印不去发育 然后打中期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对线看看 对线 对线中路好打 下路也还可以 兰博打那尔的话 其实那尔手也不长 也会被兰博考的 主要是兰博他Q上来的时候 那尔是可以给Q减速的 这个话兰博在追击上的人是比较难受 看一下吧 这场比赛 上边要多一点准备出去 拿进到了 远远和W的第一场比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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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都拿成这样的了 老干爹这个阵容今天很拼 我只能说 他们想找到S5巅峰时期的老干爹那种感觉 我觉得自信对于老干爹 就是对我来说意识都是特别重要的 对 一般玩到花的话 这个自信是特别重要 你说他们这几个人 尾神 硬朴 平野灵 这典型的杂技代表 这开洋马戏团里边的人 这场看起来要对线 老干爹对于自己的对线 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只能说 那确实 这几个人都是以对线著称 马润的对线 硬朴的对线 这都不用多说 而且马润他自己很擅长那儿 所以他知道该用什么去打那儿 所以他这盘就很自信 看一下上路兰博能不能打出优势 这番兰博的发育很重要 兰博跟辛德拉两个前期的法盒 这里要过去干扰一下 你打这边的一个 两边应该 哎呦这个打起来的话比较尴尬 不过还好 先出手 艺母这边还是比较小心的 对 连汉淘宗就不够了 对上线了啊 对上线 然后两边的打也稍微有点不同 但其实影响不大 上路957这里 这边上来是一个 没有没有到红 点的还是挺麻烦的 主要看中路 这把主要看中路 对 现在这种对线两个人都带点燃的这种对线 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很好看啊 对 其实英雄联盟这种 现在这种刺客对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是的 特别是带点燃的这种刺客 在下路这里的话 应付一看来也是使用快速的推线 我看刚才这一下就是 点型的卢仙削弱了之后对于对线期的一个影响 这一下是戳不到Q就Q不到人了 第一条是一个水龙 还是蛮重要的吧 我觉得这个 一勾这边勾到了那席 反正拉了回来 这一波很致命 打齐了一下普攻都不少 Q就能也打完 雷霆也打完 普攻也打完 这一套真的是打得太痛了 这边如果带点燃的话 我估计要找治疗了都 而且ZERO这边的回复能力不强啊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大舅 圣武之盾回 对大舅在下路很难受我觉得 这边我觉得要时刻小心打野的到来 我们看到 人脉是在这里侦测到了康蒂的一个动向 康蒂这盘就很关键了感觉 因为老刚才感觉三条线都蛮凶的 康蒂这边前期能不能反蹲到 中路的话 稍微压一下线 但是看到尾神的补刀还是有优势的 很稳对 最近尾神这个状态还不错 最近尾神 RUNK状态是不怎么样 你俯冲钻二了 俯冲钻二 但是尾神这个选手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从来都不是以RUNK著称的 他又是比赛里面那些想别 就是做别人不敢做的 你看他巅峰时期 他RUNK打的也不高嘛对吧 也很难说打到什么王者几百点前几名 他基本上都是比赛的状态要比RUNK的状态好很多 而且他这种就属于那种玩的比较花嘛 其实玩的比较花的话RUNK是挺难上分的 RUNK的话靠稳健 RUNK你想上分是很简单 你把一个英雄玩到极致 这个是很容易上分的 尾神这个辛德拉感觉最近玩的还是比较多 在中路这里 其实C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对 但也没有吃亏 还叫小青六级那一波 对 这个版本的辛德拉真的是到六级之后很有单杀能力 而且这一波线会让尾神就有点占据主动 对 这一波线会的是对于中路兵线的理解还不够 我们看每人这波回家出什么吧 还是出进攻型的道具 对 先出一个 鬼叔 这波线也进塔了 对 他这波回家的时机就很不错 他不会亏兵这一波 就大家很简单可以看一下嘛 中路一波一波TP回就是走回家 然后回到线上 那这样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兵的经验都不会亏了 一个都没亏 对 时机很不错 那上坡 唐帝来了 但是 迪图的也在 这一脚 他在唐帝身上好痛啊 哇 这种 雷皮的人马加上这种 明火的拦搏伤害太高了 这一波直接把自己的闪现给打了出来 但是人马也是交掉自己的一个急走 对 这个急跑这一脚太痛了 是的 这里只能说还好扛地及时的抬了出来 嗯 如果这一波没抬出来让后面跟住伤害的话可能就比较难受了 没抬出来要死的 对因为人马踹那脚之后呢 人马和兰博后续没有打出什么其他的伤害 对 刚才用情况在A一下可能扛一个很危险下路拼了起来 反正一个E技能刷到两个 是的 下路是打了个五开吧 对 卢西安家布龙确实线上蛮强的 很强势 但是刚刚应付加皮写灵第一波出不了的话 哎这波 打就这波有危险啊 哦呦还好这一勾没中 那应付这边也是吃了一个虚弱 并没有点灯咯 今天皮写灵状态也很好啊 这几勾很关键啊 对 这我们看人马这里 又是发现了雷克赛的一个洞 两个人都发现了 这个眼位感觉有点被蒙了 往上走一点 这边先拆压言 今天扛地的任务很重啊 因为老关家这个阵容是一个吃人的阵容 是的 所以扛地这里必须要 哎周路一个E技能没有晕到 对 哎西野反过来练了一下 哇 这里西野一个想多了其实啊 他其实这个波没有什么太多技能呢 他W踩 他W已经踩完了就已经没有什么伤害了 因为他这个W回到原地的嘛 对 对就W踩完了就伤害还是不够的 新德拉的单杀在昨天以及西野的比赛里面 这已经是我们见到的第二次了 对这波西野应该想多了感觉 拿想跟尾神 摆摆手腕 但是尾神这波有点燃有大招肯定不虚的 对两边都有点燃 但是尾神刚才主要是已经Q了一下 就是地上已经有一个球了 主要有大招啊 对 西野那边应该是踩过两段了 对 这波回来的意义 说实话不是很懂 但上路我们看一下两边都变红了 不过这里闪现给他补 一部这里闪现没有击 对两个AD都有闪现 这一波大就得也不慌 这边线上打得非常激情啊 对这是垂时将要自己的全部技能 对 所以我觉得下路啊 这个他们可以带点燃的 你觉得呢 既然是一个伤害硬吃的 对 他可能觉得是两边的中单都带点燃了 所以带个虚弱限制一下对方中路刺客 或者人马这种东西 人马这个英雄很怕虚弱 是的 我说这个平野灵这边 平野灵其实这里带一个点燃的话 你看刚才几波其实都是有很大的机会 尾神那边再拿一个蓝 这个时候尾神一波单杀之后 直接做了一个法穿鞋 对吧 这一波法穿鞋 也是直接让西叶这里做的这个小魔抗 是没有用 对 这个会给西叶很大的压力 上路等级起来了 纳尔现在要被压一下了 纳尔现在要被压一下了 纳尔这里也是做了魔抗 也出了一个复合药剂 这个复合药剂 也是让他现场的压力 主要是省钱 好 这把这波过来反弱 纳尔这里也是做了魔抗 就来蹲 哎这么反蹲真的做的不错啊 说实话这里一般 如果你去打野的话 发现这个对面上单压了线压了这么前 其实你也想过来 这个反蹲一波的 其实引出的感觉 这边选手打法还挺团队的 就有点像以前淘宝拳的时候感觉 他他不太吃资源 这边F4是被康尼反了 康尼这盘就很简单 你要去蹲 你蹲 我去反你的野 你看康尼这边的等级 跟他的这个 补刀 经济很多啊 对 康尼这盘打的也是很稳 哎但是这一波肉欣好像被老人家发现了 提前在那边放了眼 哇又来砸一波 这一波砸出雷霆 直接半血霉了 对 你看伟神他这个加点是-W的 对 有些星德拉可能喜欢-E 但是在这个版本 这个-W真的蛮强的 对因为W技能加强嘛 这也是已经没看到了 人马在这里骗 星德拉已经赶过来支援 这波其实W挺危险的我觉得 好抢到了 这边抢到了快走的话应该还好 这波W得- 哦还行 Zero这边很臭美对 因为这里的话 康尼毕竟有一个位移技能 而布隆的话 又可以W到他身上 主要是在你中单有烈士的情况下 那贸然的反准也真的挺危险的 对 还好康蒂跟这个Zero逃生手段比较多 那西叶这边是拿到一个篮 主要西叶这里是被迫 要先做深渊 要先做深渊 对这个出装其实挺被动的 我们也知道这个版本深渊先出不强 相比于之前来说是弱了不少 哎 这里还进度有点危险 直接运动产竟然跟第二个打起来 最后两个人配合没配合好啊 应该先点灯笼再交产的 对 这一波的话两个人没有配合好 这一波下路就是 这一波打得很漂亮 对 这里没有招运和这个招运之技能 一步这里的想法可能是闪现左布隆 最后那一下被动 但是直接被打晕了 灯笼也没点到 直接被秒了 主要是还被大高给打起来了 对 这一波打率下路立功了 但是这一波并不想放弃 这一波打龙 没什么机会 这一波打龙太低估对方双法盒 我们一再强调这个双法盒 前期是非常厉害的 大家要知道在S3那个版本 兰博就是要打第一波小龙团 才能够建立团的优势 对 这兰博跟辛德拉 你去跟对方打第一波龙团 即便少一个ADC 这双法盒可以以二敌三的 对 而且刚才几波都看得出来 平野林天状态非常的好 对 这一波的话 W的打龙行动 有点貌似 哎呀呀 而且龙没了 龙还没拿下来 这一波很伤啊 非常的伤 对 你伤了一个ADC 然后损失两个人 龙还没了 还是一条水龙啊 这里我们看到 感觉 哇这一波如果能蹲到 真的是老跟爹 战术准备的好 尾神为什么要缺在这里啊 这一波真的准备的好 尾神那个 你们闪现就闪现 遇到两个 但是后期有没有 杀谁 西叶 堂地都是彩血 啊 这一波还好尾神跟蓝波都没大招 要不然这一波打比一下雪崩节奏 打着要两个闪现 但这一波能蹲到 真的是没想到 这一波尾神莫名其妙来到了上路 对他出了门以后 直接就往上路走的 而且你看这边的河道好像是 也没有视野吧 没有没有 这个人马刚在这里补了一个眼 刚才我专门还看了一下 那边 河道视野反正是没有的 我刚看了一下 今天感觉老哥那个状态很好 W这波打的也是很果断 他们只要晚一点点动手 感觉都会被蹲到 是的 还好他们动的够快 对 今天两队的状态我觉得都非常的火热 对 今天就两边 而且两边的状态都是想通过进攻 来获得比赛的胜利 对 这一点的话就会让各位来到现场 以及在电视前观看的这个观众会非常爽 哦 我看到西野这边的装备有点意思啊 他要做一个时光深渊的乐佛兰 因为他知道对方是一个双把盒 对的 我把我自己的肉的这个程度堆上来 尤其对于乐佛兰来说 这边是成功绕过来了 而且这一波反正是有大招的 感觉 这波W好像并没有发现 而且这里人马也来了 是一波大的进攻 你们要看平眼灵的先手 没有偷中 这个很可惜 但是西野也来 辛德拉紧追其后 有点意思的打起来了 蓝魔大脑打得不错 没带 直接被踩 人马应打招直接出到了布鲁 再有反一下 再到这边被描 哦 游戏怎么办啊 游戏怎么办啊 游戏有闪现 游戏对 还有闪现 不慌 那西野这边看到对方人太多 直接选择撤退 哦 这个说实话 现在的比赛已经很少这么打了 依靠不断的进攻 以及打小龙龙的团战 来巩固优势 老闻家今天状态有点火热 但是我们看啊 他这里 人头领先三个 然后 方形塔领先一做 其实经济领先的并不是很多 主要康蒂这里做得好 康蒂这一盘刷了太多野了 是的 康蒂这一盘在野区的资源上面 争夺的很厉害 但是节奏上面的话 康蒂这一场是不是特别好 对 因为这一盘主要还是 对方这个新德拉加兰博太强势了 康蒂这一盘前期的节奏不好带的 而且兰博现在的装备成型了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这兰博怎么装备这么好 212的一个数据 这兰博装备成型 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双法盒装备太好的话 对W的前期来说太难了 对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拿出来就是大爆发高伤态 对 老冉天的阵容 核心就是双马盒 其实不管是人马也好 还是个轮子马也好 这盘是一个功能型的 而且这一波有点意思 我们看到四人帮上推上轮 而新德拉在中路有一个蓝霸 亏限非常的快 乐福兰现在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如果他这里上路的支援 没有能够打到优势的话 就比较尴尬 这个时候新德拉已经来了 这一波可能上路 上路是5打4啊 对 上路是5打4 W这波要小心 球武器是没有传送的 是的 尾声这边先 散个球 这一波老冉天看看 要不要等一下大招 直接抢上一波 直接是齐叶踩过来 这一攻 还好 反身是一个异技能 还好乐福兰相对来 就较为灵活 但这里就反过来了 老冉天这里一个5人的包 上去没有能够通向防御塔 对 让娜尔在下路 舒舒服服发育了一波 那这一波W就转了 对 娜尔在下路是很爽的 发育了一段时间 上路也没死人 下路塔还可以推掉 那这一波W打得不错 是的 那W在这三季的打法也是 增加的多元化了吧 他不能攻 也可以守 对的 那现在下路塔已经被推掉了 我看到经济是已经追到只剩500块 所以说这一波的进攻 没有 W没有打起来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一盘我觉得W的尚也稳住了 尚也稳住了 娜尔跟康蒂两个人的发育很好 主要是康蒂 对 康蒂这个点 这发育的真的很好 康蒂跟957 他们两个人是W这种防守的悍将 对 他们两个人要构筑起一道城墙 如果进攻的核心是双C的话 那毋庸置疑 在防守和控节奏上面 康蒂和957非常的重要 防守大将 防守大将 后防铁闸 蓝博这里偷蓝 就是蓝 而且现在的话 我们看到他是十级 经验应该快到十一级了 这里的眼位 没有看到对方 娜尔在后方 但是下路纳尔的miss 应该是让老格天有一点点感觉 看到了 小纳尔感觉也干可不 干可没什么用啊 而且下路这一波 蓝博趁着纳尔在下路之后 封号退锅线了 对 纳尔只能回家以后才来到下路 现在两队打得非常灵活的 不是一位的进攻 现在是更多的去掉线 去转线 对 这等于是连 因为两边的防守现在都做得不错 所以说 想通过不停的牵扯去撕开对方 防守的一个漏洞 现在前期的节奏是慢下来的 虽然老格天前期打得不错 但是W的防守做得很好 他们没有落后经济 这个是很可贵的 他们经济没有落后太多 这里当然拿掉一座防御塔 防御塔上面还是老格天领先一座 但下一条小龙嘛 还是要刷新的 这条小龙团我觉得W有点不太好打 毕竟一个11级的蓝博 大家可以看一下蓝博斯带的装备 蓝博这一波团战是要比纳尔强势一点 强势一点 虽然说经济差不多 但是你毕竟是冲到人群里面 和放一个技能 这个差距还很大 而且这里重量要推一波 勒弗兰一个人有点 势单力薄啊 他就是一个水龙 纳尔已经提前过来了 这里应该要稍微叠一下怒 西野能不能在这波团战之前 偷到一个人 我觉得也挺关键的 这个时候要发挥勒弗兰的一个特点 但是他这把初装的又是一个 把那个装面很难投人 对 又是一个时光 虽然说在前排后度上不错 但是在伤害上面确实是稍微有点乏力 不过这里W1是打掉了这个暴走线 对 提供一些视野 看一下老跟街这一波怎么选择 直接开小龙 这一波W1要不要守啊 950怒气 这波打得太快了 打得有点快 打有点快 哦 晕到5切 950 950又被找了 950又被找了 大家看一下 蓝博斯带一下 这边也是被换掉 但是西野这里很危险 被恐惧到 人马跟着西野在捏 哇 红霚斯人马 直接斩死在这边 打了一个1换2 后续的一起都没有1到 不过这里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能不能踹到 这里人马还是很强势 有一个红霚斯人马 这一波老跟街已经转了一波1框 之后他们是拿到了这条小龙 两条水龙了 而且下路就是给音符发育一波 中路这里能不能反正把他踩堆掉 这波主要950怒气的怒气不是很完美啊 他如果过来的时候有怒就好了 他还没有变纳就直接被秒了 对 刚才哪怕有半怒 我觉得这个大人都开出来了 950一直在下路叠怒 但是没叠起来 那这一波就是 而且这里所有人跑到了上路的中卡就让了 对 W这波可能觉得也守不了了 他们肯定去换塔 我们看马人这一波的伤害打了2000整 这还很有意思 马人刚才胆子也很大 他直接闪现过去 欧门火把这个纳尔给烤死了 是的 而现在上路这里一波推进 扛地在塔架反蹲 马人这里有没有能够意识到危险的来临呢 哇 这一波老王这人在包啊 这波扛进反正自己要走 他已经听到了 我们看 停眼灵这波的牵手 停眼灵要来了 这一钩没有勾中 但是这里已经能用掉了 没叠开 哇 这一场好凑 只拿着一个大招 尾城拿到了大杀特杀 这一招应该就是打出了雷霆的那一下 直接是打掉了那次一个人的半选 而这一波的进攻没有成功的话 老王一定要反推了 对 老王连马不停蹄地来到了上路的二塔 这一波而且蓝博还有大招吗 蓝博大招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而且这个有大招的话 其实还挺难守的 哇 老王连马上这里 突然的一波进攻小高潮 但是这里想过来杀印普 不过印普已经到达了十一级啊 这时候蓝博跟他装备不够好 哎呦 这里还一想过来想抢 还抢到了这个红buff 这真的是乌鲁边缝连夜雨啊 W现在在这两分钟之内损失了太多的资源了 这就是刚才所说的啊 就是虽然说康地初期刷野方面做的不错 但是由于整体的节奏没有带动 导致W的节奏一直在被动的来进行 这老韩街就更加主动了 对这一盘主要是老韩街的双法盒都成型了 而且老韩街这场有点神奇啊 就是他们总能出现在该他出现的地方 你发现没有 上路这边刚蹲了一下 老韩街全球包上 就感觉手很热 就是状态很好 手很热嘛 你看包括尾神那波回家 直接来到上路 包括这个小平今天几个一刷的都 就感觉今天老韩街的状态很好 是的 在这种生死战面前 每个人都激发出自己的潜力 十三级回家 这一波应该是可以更新个装备的 对 已经是19分40秒了 而且他们拿了四座防御塔 直接法穿 法穿杖 不过最近我看好多这个西德拉都喜欢这样出 特别还有我还见了好几个西德拉 就是第一件直接出法穿棒的 第一件有点夸张 就很扯 第一件有点夸张了 就是从这个理性来说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西德拉又很喜欢这样出 建议大家可以学习模仿一下 今天马润大面具了 现在就是这种双法双AP阵容 这个团战里面伤害太高了 不给W一些输出的空间 而且你看几波团战 MixTake是没有打出什么好的输出位置 对 大旧的这一盘虽然挺灵活吧 但这个人马 永远不讲道理 也没自己抵决 来看一下957 这里人向上反爆了 不然也来了 这一波马瑞可能有点危险了 马瑞是红温 而且大约伤害非常的高 对 这里把人头最好是让给西叶 没让 不过也没关系吧 这个时候W能杀一个人就能杀一个人 是啊 对了 这一波蹲的位置不错 杀了就赶紧跑 现在老干爹正在这个势头上 中了这个也不推 我发现W现在在控节奏了 对 W现在要把节奏压下来 刚才这一波小高潮让老干爹给带起来了 其实前期的话 前18分钟嘛 W节奏控的不错 只要第二条小龙没有处理好我觉得 是的 太拼命了 对 第二条小龙没有处理好 两条小龙嘛 还有第一条小龙 我们记得也是那个 杀了一个ADC去打龙 主要就是他们这个阵容 没有想明白的是 蓝博实在是在小龙反正太强了 包括中路有优势的这个辛德拉 他们没有想明白 这两个法盒为什么这么强 是的 这两条小龙感觉是W这场比赛 两个败比 没有打好 其他的点我觉得到处理的还不错 而且GOC这里一个冰锤 其实算是一个这种推线很厉害 或者说 打这种变小大人很厉害的装备 对 还要往后搓 他现在装备还不够肉 对的 直接拉过来 中路还想继续的推进一波 我们看老温天这一把 节奏非常的快 对 主要这个局面对于W来说 哎 康蒂 这边预判了一个位置 反正一抓过来了 抓过来了 那这波康蒂就危险了 被恐惧到 一脚这一脚漂亮 绝心脚掉了 一血 主要这一盘对于W来说 最尴尬的是 他们拿了一个跟对方硬钢的阵容 没有钢过 是的 对吧 你看不管是 弄乎兰也好 还是这个卢西安也好 都是跟对方硬钢正面的 钢正面给输了 啊 破掉了那儿的一个女妖 这波老温天气息很足 兰博 兰博没打 人马没打 这个轮子马没打 但是辛德拉还有个大招 主要是你看辛德拉这种 会让转手的ADC非常的难受 一不小时被蹭到了 可能就比较尴尬了 这里老哥姐好像兵不早上上 我发现他们蓝波已经走了 看一下这里 西叶角线 这个一厘米灯笼 成功夺掉了西叶的一眼 这个好气啊 而且龙又要刷了 这条龙 蜂龙 这只能信不信了 没有火龙 说实话像水龙啊这种 在打起来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对 但是 水龙是慢节奏很厉害 对 而这里我们看到 W1并不想要放弃到任何一条小龙 都在寻找与对方开战的机会 哇还要高忙 这一波他们可能是算准蓝波没大招 但是 但是其实蓝波的大招 回过还挺快的 并且在这里只要冷静 稍微干扰一下的话 但不过这里感觉要让了 啊 那老哥在这个选择 还挺意外的 哦他们还是不打得让 还是要过来拿 但蓝波这里的大招 这一波要走一下 还有五分之一 先勾到蓝波 那这个蓝波怎么说 哎 还没死 人马 人马这一决 哎呦 看了好点 过来到最后人 这边记得他的球给上 再用这边被秒 哎这个卖的真的是果断 这波卖的好果断 哇 这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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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边的话 没有打野要打大龙吗 这一波打大龙吗 这说实话打大龙我觉得就膨胀了有点 其实打大龙不是很好 我觉得 就有点有点小膨胀 打大龙可能会被抢 但是对面也没有打野啊 对不对 不过你不要忘记 这是一个零个赛 在零个赛这边没有大招 这边直接开楼 打的速度还是比较快 但是他们这种没有什么前排 哇老爷屁股选择有点果断吧 但这里看一看 西叶 现在就要冲到伤害 直接就发了一个大招 西叶可能能跑掉 哦 西叶 西叶 哇 在被高到虚弱的情况下 西叶拿到了大龙 是的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说 应该就是这个时候西叶灵魂附体 将功补过了 我只能说 这一盘西叶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 抢到了大龙 又给W看到了一丝曙光 哇这个说实话 老跟西叶打的也是有点拼啊 打野阵防的情况之下 强行选择打大龙 因为西叶下来就是WQR对吧 他这个爆发力是够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盘的连打回放 W下来 啊 啊 啊 这一下真的是 不刚才还有一个细节 看没有就是因为他下来了 其实老跟店刚才所有人是想先把他秒了的 对吧 他的伤害都打在了西叶身上 西叶从下来的满血 瞬间变成了四分之一的血量 这波老跟店的选择有点让人没看懂 因为两个人都没有打野的情况下 这真的是给对方机会 我只能说 这虚大命好吗 这真的虚大命 这一波有点膨胀有点膨胀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看WE的比赛的印象中 一般抢到大龙好像 挺猛的 W反正大龙是个梗 对 这一次站出来的不是场地而是西叶 就W这个队是不是整体就是抢大龙的属性 这一波抢完大龙以后 感觉他才贴 有点膨有点膨 W一直在撑进追击 你看 哎呀 有点膨啊 这个时候千万 这个心态不能垮啊 就如果说你认为强大龙是一个 只是拿到了一个大龙Buff你就错了 他影响到的将会是非常强的一个蝴蝶效应 大龙是有点玄学在里面的 中台一推 对 对 刚才本来 拿到大龙 对吧 就领先六七千 现在的话只有1000 这一来一回就是5000的差距啊 对 这一波打大龙 我觉得老哥这个指挥有点有点点问题 膨胀了膨胀了 对可以本一手的吗 因为两边都没有打野 你打大龙其实就是给烈士方机会的 对 那W巴不得你打大龙呢 W抓住了这个机会 是的 这个时候两边都需要冷静一下 有一点小尴尬 对 看W现在气势就起来了 对啊 现在W一开始抓你了 对啊 他现在打团没烈士了好吗 就这一波大龙 给他们补足了好多这种 就差一点点的装备情况 你看 哇你看来了 气势打出来了 马瑞怎么办 开大招 开虎金身 但是没用啊 就有10万8千里之外 你看这个时候打给气势 罗布兰哥有点危险 哎 西野什么情况 这波西野给打出了封身 还行还行 没死人 但是你可以看到 四童拿了大龙之后 周路抓住天零 上路抓住马瑞 整个的节奏已经起势了 现在只差了500块的经济劣势 所以打 W拿大龙真的是一个很玄学的东西 就 可能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气势啊 心态就补回来了 而且有的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钱 哎呀 这里点到火啊 差一点点不到灯了 但是没传过过来了 还要看 没有变大 面临再一次被慢 你看看 这个时候老哥爹就是因为这条大龙 他们心态真的产生了急剧的变化 乱的阵脚 这就属于乱的阵脚 对 你两军对峙大将先被斩 那基本上就没准 本来前面的这个状态打得很好 就一直 一直压着对方在打 每个人的状态 其实都很足 突然一波大龙 每个人都没有主心骨了一样 我发现我们两个人有点足 昨天解说牛逼的比赛就是大龙被抢被翻 然后今天又是解说这场比赛大龙又被抢 但是还没被翻 你大龙这个东西嘛 对吧 都是这个决定都是自己做的 也怪不得其他人 自己打的龙 对 含着泪也要让个队面 真的是小优势不打大龙 哈哈哈 大优势都不敢打大龙说实话 就是优势不打大龙 现在大龙一般的拿法是要么把对面 坏变了 你至少有个打野 对面没打野我就可以打 对 要么就是什么呢 偷 现在这种就是告诉你我去打大龙了 这个就是不说死不会死 这一盘搞问题有点难了 但是我觉得冷静现在就是什么呢 不要去想太多 就该打还是打 其实他们刚刚那波大龙打完之后 他们还是小优势的 还是小优势的 一波没有勾到 这一波怎么说 扛就被踹了一脚 但是问题不大 主要是这几分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他们得消化一下 哎 你看西叶在这里等待着硬朴的来临 哇 这个大龙翻了4600的阶级 这个有点有点意思 你看西叶门口还放了一个诱饵 他放了一个真眼 这齐老队有人过来A这个眼 好 硬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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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QRW 硬朴反应很快 盾根这个 盾根治疗都开了 但是没用啊 西叶这里能跑吗 人马要照杀算了 股杀 这边的话 他自己大过 他只要一大 这个西叶躲到你这个大 包括有闪现的话 你是浪费了一个技能 西叶现在主要装备起来了 火箭腰带都有了 对 小方法有点强 那这条水龙 W应该可以拿下来了 是的 老方天是少了一个AD的 老方天现在已经疯了 那凭什么 我 就我们觉得把康蒂杀了 打大龙都会被抢 这时候W已经是掌握了局面的主动 掌握了烈士也追起来了 对 对吧 一条水龙一条蜂龙 现在可以说W没有烈士了 哎 现在没有烈士 刚才打完大龙之后 他们又打了一波进攻小高潮 完全把烈士弥补了回来 就这段时间里面老刚家真的心态很乱 这个时候老刚家真的很需要调整一下他们现在的状态 现在缺一员大将站出来 对 现在其实两边都是有机会的 谁能说 没有哪一方是有盛势的 现在两边都需要稳住一下 现在我们大舅的装备也起来 西叶的装备也起来 反而老关 老关家这里轮子妈的装备 还差第三件暴击装 诶 星泽拉这个出装有点意思 想吃女妖吗 他这边的感觉有点害怕这个勒夫兰的消耗他 对 现在两边把局面稳住感觉还要脱 这一盘可能在下一波远古龙或者大龙要决一决一死战了 但是大龙现在两边应该不会轻易去碰 现在应该不会轻易去碰这个大龙 他刷了让他刷着两边做好视野 你不打我不打大家和和气气的 主要是刚才几波团你看到就没有打过团 其实 最后被抢了大龙以后一直在被抓 对很尴尬的一点 蓝博蓝博是什么 他最怕被抓的像一个英雄 哇 这里也串了一脚 但是后续有没有跟上 野马有点脆的 野马其实现在还不是很肉 还要拿红 这么过分啊 想到了 你看W这几分钟之内 完全状态打出来了 又杀人 又拿塔 又拿龙 还拿红buff 现在W是状态火热 现在老冯鲜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我们看到尾神那边的装备真的很好 现在 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时机吧 给老冯鲜开一波真正的团战 上面现在这种单抓 被对方抓的太多了 是的 但他们现在不单抓也没办法 因为对方现在开始打带线了 你当冰线必须有人过去要处理 其实正面团的话 蓝博跟轮子妈的优势才能发挥出来 没错 现在老冯鲜应该能 应该要跟对方正面求团 不要再得 这怎么说呢 无前排阵容的这种劣势开始展现出来了 真的无前排的劣势开始展现出来了 这个时候任何一个人被消耗 对于他们开场都是致命的 而在不消耗的情况之下 W也基本上 不会和你来开启这个团战 所以现在老冯鲜就很尴尬 贝勒夫兰一个WQR 你说你这个团战就没法打了 蓝博这边第三件装备 能不能更新出来 蓝博有点走不开 要出什么呢 出个冰杖 我觉得还挺重要的 需要一个冰杖 对 先7了 现在让他下路有点走不开 ay 这个刀战带战还有一些粉 是的 很快的 现在两边的经济完全是同一期跑线 现在正面打团的话 老冯鲜是有机会的 但是 单抓 W是有优势 这一刷 这个打不起来了 勾到了一个0 这波蓝博要到 TP一下 蓝博这波回家 应该是有装备更新了 是的 蓝博应该不会选择回家的 啊 这里 娜尔也是回家更新装备 哎 蓝博还没有装备吗 有了 冰杖 冰杖有了 这时候我觉得老哥要正面求他了 再不能 再不能被单抓了 他刚才等了半天 应该就是在等应付的这个冰杖 但是我们看一下 张文区技能 W这里闪现是全的 对 两边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蓝博是比较怕对方有产现的 哎 就看配合了 现在老干爹出了正面打团 没有太好的办法 不要等硬 不要等硬 对 也是出了一个小清雨 这一波老干爹很想一鼓作气 把这个大龙拿下来 但是看看W会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 现在局面就比较焦 比较焦熟啊 大家就得是回家做了一个水银 他为了防止被对方恐惧或者勾子直接秒掉 其实W跟老干爹现在的短板都是存在的 W现在的输出能力并不是很强 老干爹这边就是他们的坦度不强 其实这个如果算下来的话 你坦度不强我输出能力不强 其实是算抵消的 对 就两边其实现在都有自己的优劣是吗 就看哪边团战打得更漂亮 就打团基本上现在是两边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的 那如果不打团老干爹不好打 我觉得打团的话老干爹还有机会 不打团这样再下去的话 W偏灵活一点 所以现在最好还是打团对老干爹来说比较有力 他们想等着双龙一起抓 西野这边法上帮也有了 抓人是很关键的呀 抓人 两边其实都有抓人的能力 这我去好凶啊现在 这两边这个上单对上单 两边都有点伤害 这直接看下打了很多了 这里打的有点快啊 这老干爹看他们反应过来 反应的有点慢啊 四千雪 三千雪 但是这里不打了很稳 先打Daryl Daryl这边有点困难 够了藏地 系列的赚亮 贝贝是一个大招直接打残了 看下娜尔的怒气 还不错还不错 娜尔的怒气被勾了 折武器要打折武器 折武器 折武器能不能变大 变大了 打着被虚弱 Daryl已经被秒 折武器他一下 一够没有折到大救子 人打进攻卖的跳了 这帮老家团队应该是打赢了 折武器刹一下 再跳一下 贝贝是一个球阶间砸死 这里的话 扛递是一个弹劲 谁也不来一个主攻 再来 有暴击有暴击 硬不知连海闪剑治疗全焦 这里怎么选择 虽然说打龙 打龙 但是扛递在啊 这里 不打龙 打吗 这里不打龙 就是对自己没信息啊 打龙 打龙 杀了三个人不打龙 太疯了 老家正面团队打赢了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可以先把扛递处理一下再打 我觉得 他要把所有的眼都排干净 再希业过来 还不好说 咱们就一神奇一刻 哎呀没碰到 希业踩了两波 现在老婆这个状态有点惨 不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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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又是康地传奇的一个 啊没有惩见没有惩见 那还是没怂 那还是没怂 没怂没怂 我还以为真的怂了 我觉得他们有点被抢出心理阴影了 但刚才这一波确实 你如果没有惩见的话 为什么要打龙呢 这不是很奇怪吗 如果没有惩见 你刚才拿一座中轮二塔 我觉得还不错 对 哎 哎 马瑞 精神 队友马上赶到 W这波要杀吗 要杀可可可 不是啊 啊 这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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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然的出击 又是付出了一个人阵亡的代价 而且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没有一个 你没有辅助 其实你打团的能力 就更加的弱了 对 我感觉 W现在暴露之来的问题 就是他们输出能力 有点欠缺啊 大舊的没有什么输出环境 现在看一下老格内怎么选择 刚才人马为什么没有成绩啊 这很扯 他堂战用了两个尘嘛 他是毕竟是一个红尘嘛 对吧 而且你看人马这个出装 他是没有出打野道具的 他这里老格内来了 只是为了红尘 老格内这边还想埋伏一下 哎 庞帝 哎呦 庞帝被勾到了 但是还好自己比较肉 哇 这个好肉 哇 这里保安要抓人马 哇 这一波老格内的埋伏 保安不出了人马这么的代价 主要是一铺的伤害没打出来啊 你勾到了 只能希德拉在远端跟下伤害 主要希德拉没大这一波 对 这也 赏金康帝 只有康帝太多 那W又感觉有机会拿龙啊 他们现在有一个timing 有一个时间差 看能不能溜好 W能溜好这个时间差的话 真的有机会拿到其中的一条龙 我觉得他们这边 可以选择去拿一下大龙的 这边已经包了过来 对 现在先把和谐打掉 庞帝现在很稳 视野排掉 现在我们看一下人马的复合时间还有20秒 这时候W要打龙就趁早 动手了动手了 应该已经动手了 要慢的话人马赶架场能力是很强的 动手了这边 看蓝波呢 哎 龙已经要没了 龙 庞帝 肯见到这条大龙 本场给他W拿要两条大龙 但这波的W要追吗 勾的 他这边是一条了 这个阶级对蓝波来是太有力了 哇 南波火焰爆炸 但是一无被秒了很关键 我们看这边希德拉 不到两个人 哎 勾的 西野很危险 西野 哇 完了 W上长大了 这一波蓝波蝶 换掉了对方的一个重担以及一个上担 这里刚好没有视野 这波蓝波为什么要追啊 在这个阵型里面蓝波是无敌的 我的天哪 还有一点低功能蓝波的实力 而这里拿到一条大龙的代价 将会是付出这条远古小龙吗 哇 两边的指挥 我觉得在关键时刻都有一些失误 这波蓝波绝对是不能追的 是的 这里开始要打嘛 哎 AD呢 哦 已经阵亡了 AD阵亡了有点有点难 这边伤害感觉会打得很慢 啊 这一波我们看W为什么要追 他们可能觉得能秒硬波 主要是连到了这个硬波 这一波但是连到了杀不了 哇 这个大家太爽了 爆炸输出啊 这火草的 哎呀 这两个 西野又被勾到 主要是韦神和马瑞这两个点 像两个炮台一样架在这里 哎 韦神这把感觉 韦神这把有点强啊 有点开了 707的一个数据 哇 这一盘两边打了 你看 打了现在39分钟 5700 5500 这一波伤害 这双法盒打到提现了 你看 你看另外几个人的伤害 就是另外几个伤害 基本上全是打硬波的 你知道吗 全是打硬波的 零头都不够 这一盘你看打了40分钟了 两边差300精细 这个 这场比赛真的好看 我觉得 这两周比赛里面 我觉得这场是很有质量 主要是在这种非常无聊的 或者说非常缓慢的比赛节奏里面 能有一场这样的比赛 让我们好像 仿佛回到了很多年以前 对 主要是这种生死战 没错 这里又开始打龙 我们看一下西法西野排干净 这里的远古龙 哎 打得有点快了 这个时候要看两边的陈界了 看这里后会西法盘开起来 大耳术变大力的状态 老人谁呢 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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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这一路被调到这小龙 这也抓紧警察不防 普通被秒 周期要抓 哇 南国有大招 周期这边考死有春歌 在周期这边白白卖掉了一个春歌 感觉这一堆有点炸了 双C队没有输出环境 双C队完全没有输出环境 他们的前排一旦被秒 两个C队只能跑 是哪里 这里的话 周路的冰线还不错 这里 勒夫拉很聪明 先把你周路的冰线给你清掉 对 拿着的话还不至于一波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东西 因为上路对里的冰线 必须也要有人去守 那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哇 一边是拿两条大龙 一边是拿一条远古龙 哇 这个 这个好爽 这个好爽 群体点燃你知道吗 那现在我觉得老人家 要组织下一锅进攻了 现在正面的团战 在有力地形的情况之下 可以看到老人家的团战 非常的好打 老人家这个双法盒太猛了 这家伙 主要现在问题 W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他们的双C位输出不够了 他们的输出 一个是没有条件输出 主要是没有条件输出 我觉得 现在你看 W这几波输的团战 都是因为输出能力不足 蓝柏一个大招打下来 现在这个球一摆 你的双C位没有角度去输出 这边中路尾神是六天庄了 更拼出了一个女妖 对 然后他这里出的是一个面具 我们看到他的穿透装有三件 对 他穿透很强 穿透很强 多件什么 长在前排的蓝柏 还有一个深渊 所以他这边大家可以计算一下 他的这个 法术穿透已经有了多少 已经有点极限了 我感觉 对 46到35 对 46% 大家好 深渊所提供的一个简的魔抗 对 已经快极限了 已经快极限了 现在就是老关这正面团战 有点无解了 我觉得W现在打得越来越难打了 他们W刚刚那几波小高潮的单抓 但是正面团战一直是老关现在双法盒有优势的 对 所以W现在拖到这个时间节骨眼上 感觉输出能力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了 他们输出能力现在有点跟不上 现在开始两边各玩了一分钟冰线以后 感觉要推进一波了 而且蓝柏这里也神装了 蓝柏这里是更拥出了法穿杖 这个双华坦可以说两个人分担起了团队 最起码80%的伤害应该是有了 有了 我觉得现在老关就是从那几分钟的那个 蒙的状态缓过来了 这个是最恐怖的 他们那几分钟之内有点被W给抓蒙了 但是这一条远古小龙的buff 并没有给老关接带来任何其他方面的收益 对 老关接这里真的要去打了呀 你可以看一下人马的春哥都好了 而反观对面娜尔的春哥还在CD当中 这应该说是老关接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 主要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生死战 他们也不太想犯这种冒这个风险吧 是的 他们可能还要再等一条大龙上高 我觉得 但这里边那二塔就可以拿掉了吗 拿个二塔可能是可以的 还好这边的龙是两条水龙啊 这时候西野已经踩了两下了 都打了康蒂但是并不敢上 康蒂是他们这里最肉的一个点 这边还要打吗 有武器变大 就是说老关接再稳一手 老关接现在可以等一条大龙我觉得 但我觉得刚才像这个卢仙 溢上来的时候 蓝波匹反心丢大了 其实卢仙这个时候被迫就要招技能 主要刚才西野踩过两次 然后老关接是可以打的 但是他们发现没有兵线 对 他们就要再等一手 又来了 但是这里我们看到清线能力非常的强 哈哈老关接现在学聪明了 我 我优势也不贸然的提供了 我再等一下吧 伟神愤怒的发泄 808 可以伟神这一盘 现在W打下去是很难打的 他们现在 怎么打呢想想 好像只能通过这个抢大龙或者什么的去翻了 现在正面团战我觉得W是非常非常难打 收缩不够 火箭腰带 这最近我也发现 就是这个装备清兵特别好用 嗯 贼好用 只要能补上那么一点点伤害 不是他不是补一点伤害 他清兵是鸟 对 清兵贼强 哎 旁定的位置 必须一个闪 这一下比较尴尬 因为这个闪现有点伤啊 对于这个赛来讲 但是中路我们看一下印部这个位置非常大胆 这样有一个 开始有一个水银的 对 大舅的这边也是神装 现在这个正面团战到底怎么打 现在需要W正面团战怎么打想想 而且说实话 W这个队伍其实他们之前很多次的比赛 包括之前的德马夏威 嗯 他们非常的善打这种 就是比较后期的 比较偏后期的 W这队伍韧性很足 韧性很足 现在要么就是那这如来神掌来立功 要么就是直接这个秒一个 感觉正面团 大不过 感觉如来神掌挺难拍出来的 这帮纳尔的神掌没有拍出来过可以说 没有拍出来过 每次都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拍的 是的 他几波进场 自己的怒气都不是很好 对 就是导致他有位置的时候没怒气 有怒气的时候没位置 那有的时候也是比较尴尬吧 是的 因为你这个怒气别人是看在眼里的 如果说他只能自己看的话 这个英雄就厉害了 对 别人很清楚你有没有怒气啊 谢谢这位神装了 现在大家都神装了 装备上没有任何的差距可以说 主要是阵容上的一个问题 这里是已经有了春哥 这个塔很稳啊 人家这里清明都不上去 诶 就怕这种什么布龙闪现大 什么雷克赛各种顶啊 这种 而且说实话这两场水龙在这种拉锯站里面 感觉 作用还挺大 有用的 有用的 这水龙在这种拉锯站里面还挺有用的 大龙又一次刷新 本场比赛的第三场大龙 照了一下 看 视野排掉过来想秒 想看应铺 应铺的状态真的很好 基本上看到勒弗兰第一时间他就能够把这个盾给开出来 曾经W有一个梗叫做抢一条大龙 如果翻不了他就抢两条 但这一波 诶 骗力失误了 他先把这条看出来 但是你冲到人马 人马这个时候千万是不能死掉 我说了两边都有点怂好吧 这一波 957 我有这段暴击很猛啊 好现在开始进入到水龙回血模式 我们等待水龙啊 来了 开回了开回了 这边是两条水龙吗 两条水龙 觉得他蛮快 对 哇 现在这个大龙就很关键了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像之前的比赛里面 我们看到哪一条大龙 就是我说之前版本的大龙 拿一条感觉就稳 但现在好像最近的比赛经常是什么第二条第三条 对不太够 其实现在大龙嘛 有的时候感觉也挺挺乏力的 我觉得以前那个大龙好像厉害一点 以前那个打架强啊 现在大龙只是上高地有 打架的话还是得看小龙 对 两边再次回家更新一下装备磕一下药 好 现在这个大龙谁都丢不了 哎 哎 好像看到对方双丝回家了 这里的话又要把希望寄托于康蒂这个人了 又要把康蒂了 三千拳 两千拳一千拳 哦 没有抢到 而且康蒂没有展现 完了 这里的话有点疯 康蒂被秒了 这一波处理不好的话 可能会被一波 这老人天 这一波真的是 明知山洋虎 跟上五千拳 双C位回家 是不是被老人天给看到了 刚才没有注意到 老人天这波开的太果断了 那这里现在W没有前排了 没有前排 双C位更没有输出环境 而且刚才杀掉这边 其实只用掉了尾贤的一个大招而已 对 尾贤大招跑得很快的 他40%点cd 老人天要上高 这一波必然要上高的 没错 现在其实真的挺难防上这一波 一个红温的马瑞直接顶在了前面 哇 这一波我觉得处理好的话 真的一波了 这老人天心意狠 30多秒的一个波时间 但是这里没有近战兵了 在扛防塔方面是比较弱的 向萌牙迈进 尾身里面推一下 比较大袖子 接着想扣人 九五七马上面大 老人天在等下一波兵线 下波兵线20秒 康蒂能能活 康蒂应该可以活的 这边我们看到兵线离的还特强 但光了力量出现 没有晕到人还好 但这里也骗出了不良的技能 来一波 哇一波插一下 没有一个苦伤害吗 他这里是交到自己的治疗 那等到三个人 宇初哥这边可能要贵 这边拿过一个大招 下得非常好 大招就交一个闪现 九五七的话 也插一下没打住春哥 这里说话还W1守住了 守住了 这边西野做得很好 他要插一下把一波给偷掉 但是雷克大过来拦截了 看他一个裁决的一波怎么说 一波有盾 雷克在没有伤害 哎呦 而且雷克在这里身上就有春哥了 又交到了自己的闪现 这里W1有点危险 哎这波西野的血量有点残 但是我看到没推过来了 卡路要死了 卡路要死了 卡路又是被扣到 西野过来被推了一下 没有推到 而且新德拉的大招有了 W1稳健一点 他这一波真的不能再追了 哇这一波的话 关键的时刻 W1是 付出了一路的代价加一条大路 最可怕的是 现在他们的前排 春哥和闪现又没有了 这个团件又很难打了 哎呦 帅了一波好不好 这两个都太致命了 这两个都太致命了 这边扛你真的一点办法没有 打掉这个春哥太致命了 我们看到其实老跟店有一波团战 之所以能赢 就是因为人马上去果断卖掉自己的春哥 对 现在其实W1如果想要打赢团战的话 也需要有一个前排上去舍己卫人 哎 小娜秀局还挺敏锐的 哎我们看一下马瑞回家卖了装备以后 又买回来 啊好像换了个帽子 换了个帽子 换了个帽子 这边要 要开始打龙了 这边是远古龙 第二条远古龙 远古龙 哎呦 这个小龙错了团战W1是真的不好打 哇 W这波团我觉得很难接啊 太大了 太大想追 但有点追不上 这边反正打龙嘛 龙也打不了了 这波大招 先手没有跟上 是的 但是说实话 50分钟的比赛 一切皆有可能 对 虽然现在老跟天在正面团战上 打了昏盛水起 并且经济领先了7-6 但是 一旦一波失误就要被一波了 这已经打了第50分钟了 看老跟天就是那一波大龙被抢之后 他们明显的谨剩了很多 是的 他们这几波有机会就不上了 对吧 非常的求问 他们那一波真的被打怕了 还好那一波心态给挺过来了 那一波心态没挺过来 今天就连环爆炸 对 但是心态挺过来 对于他们来说很关键 现在他们就很稳 那W现在想要搬的话 我觉得就是 只能 利用老跟天的失误秒掉一两个人才能打 他们正面团现在真的没有机会了 我觉得 来看一下小龙 这里双方又自聚一到这里 可能是最后一波团战 但是我们看到连布龙都有一个车角 九五区 九五区女妖还行 哦 两个女妖都破掉了 对 两个女妖都破掉了 但是现在W的春歌数量她是领先的 所以你把打招已经好了 老跟天可以打吧 我觉得 但是马上这里的话没有 怎么说呢 前面也没有视野 不知道对方人在哪 这边是要把对方引到小龙区 现在要妥断你打 犹豫什么现在 现在主要打得不够快 而且刚才是W的果断打龙 结果被老跟天抢了 九五区这边挑走 这边女妖都破了 但是看起团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而且勒芙兰就在小龙上面准备抠人 这边我想的还是杀人 其实真的可以打 动了动了动了 这边的话直接动龙 而且我们看到斯特拉在这边散球 三个球拨在手里 暈了一下还可以 哎 勒芙兰W技能 龙的血量只有一半了 勒芙兰现在没有技能 没有勒芙兰W技能是撞到了 对 又催了一下0 长期不敢过来 这样的话远古龙应该有了 哎呦 这里不敢守了 那守 这远古龙有了以后 就直接去打架了吗 下次力战非常的好 轮子马直接开大招跑线 下路三个跑车 这波打的很果断 直接开大招过来打的 那这样的话 这台湾是跟哪来的 被芙兰抓过来的吗 揪过来的 上路纳尔还必须要去守上路的兵线 这里纳尔和龙先来的太慢了 回线太慢了 回线太慢了 这个塔可能要掉 哦呦 这边来的太慢了 老王家这波可以 可以果断点直接开塔 直接拆打 直接拆打 勒芙兰过来想偷人 一勾没有勾到 把这个芙兰的头片出来 达瑞现在957的怒气怎么说 还不过马润被暴净了 发现马润水量很低 水晶 水晶 水晶是还是活下来了 957马上变大 957能不能立弓 又闪现了纳尔 现在想要创造处境 纳尔是必不可少的 但纳尔这里的女儿已经被破掉了 并且在她已经变大的情况之下 老王家现在应该是不会上的 老王家可以等纳尔变小再打 是的 现在纳尔也很着急 我们看下纳尔现在是有闪现了 活会输死一波 现在纳尔很尴尬 但是上路的兵线怎么办 好多兵线 马上变小的纳尔 没有机会了 哎 上路坦尔被兵线拆掉了 这个时候老王家直接推下楼的水晶 很有可能直接一波了 现在这个袁布隆 还是很强 推的太快了 是的 这边刚打了一个布隆 不打不打 看这边怎么说 957现在还是没有怒气 刚变小 档尔叶现在非常的球稳 但是现在应不把自己的盾 用来挡掉布隆的Q 紧张乐福安能不能有机会 把应不抠张呢 这边又是球全打在957的脸上 这边都是一个小时候 他们现在在秒了 哪儿 哎呀 没有变大 直接被打出圈哥 这里一个身强洗淋 康迪在前面 康迪这里很危险啊 那儿变大了又有机会 在这边全线 踩到三分来 哎呀 没有办法了 中午室里面本人要挂了 西燕的车也没有机会 没这个这里完全没有这个环境 太一点点 还是被冰火炒死 被蓝火炒死 而另外一边是 他一番Q技能再次收掉了西燕 这一场比赛 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了 今天还是在54分钟的大战场中 第一场战胜了NW1 好 好